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 黄金一百秒红门的挑战积蓄 接下来请出下一位挑战者 郑书祥 有请 好 来 跟大家打个招呼 电视之前的观众朋友们 现场的哥哥姐姐们 大家晚上好 我是郑书祥 你是哪里人 我是河北张家口人 今年几岁 今年22岁 现在是学生还是已经毕业了 还是学生 学生 学什么专业呢 学的就是流行演唱 就是唱歌专业 难怪 我觉得她的声线 特别地有磁性 特别好听 很弱 如果你闭上眼睛的话 听她讲话 你会觉得 我一下好穿越了 我还要回到这个70年代 在我旁边讲话 这个女孩子好像是邓丽君 有吗 真的吗 我相信你唱歌模仿她 是没有问题的 对吗 对 我从刚开始学唱歌的时候 经常会模仿邓丽君老师的声音 她声音实在是太打动我了 那跟我们来一点点吧 月亮代表我的心 快看 我们窗外 那月亮都已经升起来了 在那边吗 对 对 那是太阳 这边是 对 对 对 那边在前面吧 好 你问我爱你有多深 我爱你有几分 你去想一想 你去看一看 看一眼吧 月亮代表我的心 好听哦 真的没有想到她22岁的年纪 可以把邓丽君的歌演绎得这么 就是入心入骨的感觉 她不完全是情感的驾驭 我觉得她是个人的这个歌唱技巧能力 也可以驾驭 你看她所有的这个歌的这个弱声部分 就是叫声断情不断的这种处理 非常非常好 这是需要一些功底 那像除了邓丽君小姐这样的 就是歌的风格以外 你有没有尝试过其他歌手的 孔丁慧有啊 我非常喜欢的歌手就 打个比方吧 我非常喜欢的一位港台歌手 她的名字叫陈慧贤 代表作为来吧 千千可以过 接下来我就为大家带来陈慧贤 非常经典的一首歌 千千却歌 好香 来日仲是千千千却歌 飘于远方我路上 好香 来日仲是千千万四 两个今晚月亮 都没霸气这小美丽 已终分何时我更欣赏 啊哈 今晚要你跟我唱 好听啊 好听啊 孙贵贤还唱过另外一首吗 翻唱李克勤的 岳伴小夜曲还唱 岳伴小夜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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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听啊 我好听哭了我都快 真的哭了 真的很好听啊 真的太感谢你给我捧场了 真的真的 而且我觉得在一个安静的夜晚 尤其是夜饮入身的时候 听着她的歌 我觉得会有一个很大的 有一种特别心安 特别满足 特别幸福的感觉 谢谢 开口的时候 绝对有那种开口脆的经验 不叫开口脆了 嗯 现在网友管这种声音呢 叫开口跪 哦 开口跪 因为好多人真的 你看她的形象 好像真的想象不到 当她张开嘴巴 给大家唱歌的时候 她突然就光芒万丈 是 我觉得小翔她就是这样的姑娘 所以我特别希望啊 黄金舞台好好把握她 也希望通过这样的平台 会有更多的朋友 知道你 也会有更多的机会留给你 希望你加油 好不好 谢谢 谢谢 真是太谢谢杨芬哥了 好 那接下来要不要 准备 不唱了 喊一下口号 好的 那我们喊出这个节目的口号 是金子总会发光的 请登上黄金舞台 挑战成功 祝贺书祥 谢谢 谢谢 真的是 恭喜你 还有我们的黄金大奖送给你 黄金大礼包送给你 希望你继续加油 我也希望通过100秒的挑战 能够在舞台上建立更多的自信 继续加油 好吗 谢谢 谢谢 期待以后在更多的舞台上 更大的舞台上看到你更精彩的表现 谢谢大家